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期视频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就是shopify开店是做利剂店还是做杂货店的一个话题 我每次做视频呢都会先做一个这样握的文字的形式 然后呢你在我把这些视频发布完之后呢 我会把我这个文字放在我视频的下方 然后你也可以到我的博客上去看 然后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其实是会做PPT 但是我觉得那个方式其实不太好 然后我就改良了一下这个方法 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shopify开店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利剂是关这个利剂店还是杂货店的其实也是关 跟你选品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然后首先呢我们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什么叫利剂店什么叫杂货店 其实利剂店呢就是他这个利剂这个词呢就是来源于英文这个Niji 其实说白的就是直接把这个英文给汉译过来就叫利剂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反正我是挺懵的我不知道很多小伙伴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会不会很懵 反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超懵 就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后来我百度了一下啊说了 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利剂 其实我当时了解的这个利剂这个词呢是也是 对方应该是做联盟的 affiliate联盟的时候 他谈到他自己做的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利剂的市场 然后就我觉得这个词你没有必要去深究了 反正知道在网络营销中利剂就是一个 方向嘛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垂直细分的市场 所以你别的你不用太去搞明白 然后如果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利剂市场的话 首先我们来我来打开一个亚马逊 我们打开亚马逊 我们看到亚马逊上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然后我们再看他在左侧这个部分 有一个你看其实他这边从从这边从这边开始 这个亚马逊音乐啊包括包括从这边开始 它是服饰鞋子珠宝手表然后到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有店铺的这个分类 所有店铺的这种我们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非常多 就是这里边就是他这里边还只是这个市场里边一个最大的一个类分分类 比如说他这个里边是关于玩具孩子和baby的 那这个里头的话就有很多这个baby啊 然后这是玩具的 然后在这里边又有很多比如说有给女孩的玩具 有给男孩的玩具有给宝宝的或者有给青少年的 其实他这个里边的细分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这边有手工的手工里面又有分多少 然后比如说我随便点击一个礼物进去 然后我们看到其他这个礼物的他这个左侧还会有分类 比如说他这个分类 我们看到他这个手工礼物的店铺 有手工的东西也有很多 比如说有珠宝的 有厨房和家居的 有这种衣服首饰配件的 然后还有这baby的 还有这种美妆的 还有这种身体护理的 其实你看他你每点击一个进去 其实他这里边也都有非常多的细分 对这里边有非常多的细分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细分是在这个 是在这个Headmade Gift Shop里边 的这一个细分 就是说其实细分 其实这个利基市场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垂直的一个市场 可能说你我比如说我是这边我也有说到 比如说你是有做手机壳的 所以你在但是你在买手机壳的时候 你不可能就去搜三个字手机壳 为什么因为这个词太大太广太大 你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产品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细分 比如说你手机是什么型号的 然后比如说我是比如说我搜苹果 我搜iphone iphone的话他旗下也有比如说iphone6 iphone7 iphone10 iphone11 然后呢iphone11里面的手机壳也有很多种类型的 比如说有可爱的有条文的 其实说白了这个利基呢就是根据一个非常大的词 比如说手机壳 然后在这个手机壳里面不断的去细分 比如说首先根据比如说从手机壳到手机是什么品牌的 然后品牌的什么样式 然后样式之后再去细分 比如说他这个手机壳是有微焦材质的 或者说是有什么材质的材质下面有 比如说细分有什么大理石材质的 有大理石花纹的或者说是别的花纹的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店铺好像是做大理石的这个手机壳 对其实他这个这个细分是挺分的是挺细的 他这个利基确实际上是做的非常细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利基有时候就是有点像这个电脑的文件夹一样 比如说我现在在电脑这个C盘 然后我打开到一个X的文件夹 然后打开X的文件夹里面有E的文件夹 然后再打开E的文件夹里面就有一个 比如说D的文件夹 就是他一层一层一层逐渐深入过去 就是我觉得有点像罗斯塔吧 原谅我这个比喻可能说的有点不够合理 但是我就想给大家传达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利基有时候是非常非常垂直的 可能就是比如说一一类的东西 对 然后像这个间楼这个杂货店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你们家楼下的这种 比如说小卖部啊 或者说你也可以理解成无数个非常非常小的这种亚马逊店铺 其实像亚马逊店铺就是他什么都卖什么都有 就是上到厨房用品啊上到家居用品啊 或者是汽车配饰啊 或者说衣服鞋子帽子全部都有 就只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他可能这里面都有卖的 但是很多人会应该很多就是做shopify的新手都有个困惑 就是比如说我刚开始做shopify 我是应该先去做逆机站呢 还是应该先去做杂货店呢 我杂货店跟逆机店我应该两个我选哪个 其实我觉得我很难绝对的告诉你 你一定要去选杂货店或者你一定要去选立机 因为我觉得两个有优势也有劣势 然后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立机店铺的优势 然后立机这个店铺因为我刚刚也有说过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细分的 就比如说一般的立机店铺他可能就卖一类东西 比如说我自己就是看过很多一些shopify的店铺分析下来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觉得shopify的话在国内可能的话杂货店会多一点 大部分可能都集中在深圳那边可能大部分都是杂货店的形式 但是我个人分析觉得我觉得还是老外的话可能更多的生地基站多一点 就是我之前有分析过一些老外他可能整个店铺就不到十款产品 或五六款产品他整个店铺可能就卖比如说戒指 或者说是我就卖这一类这个比如说首饰 或者说是我就卖咖啡都 然后我咖啡都就卖这几个款式 对就是但是国内的话怎么讲我觉得杂货店还是非常多 因为我们国内可能很多的是跑一些fb广告啊 或者说是用一些社交媒体就是打广告的方式 或者说用这些社交媒体引流的 可能他就是怎么讲我觉得还是杂货店的话可能更容易出爆款嘛 然后我觉得国内的话还是杂货店会多一点 对但是那下面我来说一下这个逆机店的优势 首先我觉得其实逆机店比杂货店的话 更就是在客户比如说在google里面搜索的时候 比如说soho一款产品的时候 其实同样是你同样是店铺可能两款东西的话 可能逆机店会比杂货店就是更容易呈现在客户面前 因为因为你这个逆机店的很多做逆机店的话 其实他很多的时候也不光光是做一些什么不光光是做广告啊 他可能后面也会做一些软文的推广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引流的方式 然后他这个整个店铺的话 他这个很多的关键词啊包括说很多的这种方向都是在一个方向 就是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搜索引擎就是你在搜索的时候 肯定是逆机店会是更容易排在前面一点 因为你的杂货店的话 其实你的产品太多了 就是你可能没办法集中 没有办法 每个都优化的非常好 对然后逆机店的话 在搜索的方面 肯定是逆机店比就是杂货店更有优势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呈现方式不同 就是说 逆机站的话很多的时候都是 获得的流量是更精准一点 就是很多的时候客户可能是通过一些 比如说常委词搜索进到你的店铺 或者说是通过你 比如说社交社媒上面 你的一些po的一些照片啊 然后进到你的店铺里面 但是呢杂货店很多的时候 他这个引流的方式可能大部分还是靠广告 然后去靠广告的这种方式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被动的呈现这种产品 就把这个产品被动呈现在你的客户的面前 其实他跟逆机站的这种搜索啊 这种还是有一些些不同的 就是两个获取流量的这种来源 还是有些不同的 然后比如说你是卖鱼类产品的 那你的客户可能就是对这种就是对 比如说对钓鱼特别感兴趣 那他可能很喜欢就是说钓鱼的这一些这一系列产品 他都非常的喜欢 然后就是他是对这一个类目喜欢 他对这一比如说这个兴趣爱好喜欢 他就不会在你店铺上去购买什么别的笔记本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然你的立即站上也不可能有这种跟立即方向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产品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重要的 就是这个复购率 其实立即店的流量的话更精准更有价值 其实呢 他这个立即店 如果你到后期这个店铺做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店铺的复购率应该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就是你的产品在得到客户认可的同时 你可以认可之后的 可能你的客户会不断的在你店铺里购买 就是比如说类似的 或者说是相似的这种产品的款式 然后因为他喜欢 然后下次他就会在你的店铺就不断的重复购买 就是复购率会很高 你客户的粘性会非常高 因为就好像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他就认可了你一款产品之后 可能他下面都是还都很喜欢你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立即店铺的这个劣势 我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说这个立即店铺是还是劣势还是挺明显的 为什么 因为立即店就是你在有了一个方向之后 比如说我就是做儿童玩具 然后儿童玩具下面我比如说我是做几岁到几岁的儿童玩具 其实有时候你的就是立即的方向是非常细的 那比如说你的方向非常细了之后呢 那你所有的产品肯定都是围绕着一个立即的这个方向去做的 你不可能说哎我突然之间我做了一个 我做比如说我做的立即产品是关于儿童玩具的 然后我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什么厨房用具 那就完全跟你这个立即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它比较难一点的就是说 对于大部分店铺来说其实你做立即是很难起步 就是为什么说很难起步 因为你比如说我整个店铺我这个东西都是根据这一个方向的 但是你要不要忘记就是其实这个时候你是什么都没有的 你整个店铺是没有自己什么这种品牌的 就对于你这种刚刚起步的店铺来说 就是你在没有品牌的情况 其实是很难获得一些客户就是信任吧 客户的信任对 然后你也就是比较很难找到我们大家所说的这个WINI products 就是爆款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杂货店 这个时候杂货店呢 他就可以不断的去测试产品 因为他没有这个立即方向的限制 他说他不断的去测款 不断去测试这个产品好吗 那我就卖这个产品 那产品不好吗 我就不卖那个产品 然后像立即方向的话 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你已经被这个方向有一点点束缚了 就是你不能够就是随意的 就比如说没有太大的限制去选择产品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立即方向的话 就是会有一些限制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把一个立即站做起来的话 其实它也是一个后继勃发的过程 就是在这之后你也可以去打造自己的品牌 然后后面你就可以长期的靠这一个方向来就是靠这个立即站来赚钱 对但是我觉得刚开始起步其实挺难的 因为你一是其实刚开始你是没有流量 二是的话你这个品牌其实没有获得客户的信任 其实想要刚开始就能赚很多钱其实挺难 但是我觉得后期的话它的优势其实是更大一些 然后关于这个杂货店的优势 杂货店的优势呢 我觉得这个我就不用说了 就刚开始它肯定是灵活度更高 选择度更好一些 就是你的选择 就比如说我对于卖家 我卖产品的时候 你的选择性更好 因为你可能觉得说 哎我想要通过FB在跑网告 或者说是我想通过别的方式来 就是你有更多的方式去测试你的产品 比如说我觉得哎这款产品特别好吗 那我以后就卖这款产品 然后这款产品我觉得不好吗 那后面有这款产品可能就不考虑了 但是很多的时候你既然就是你可能 因为你选择 因为可能这个方向产品就这么多 你没办法这么选择 像杂货店的话就是我没有这么多顾虑 然后我都可以去选择 比如说我今天做的是一款 关于厨房用具 然后明天我可能就会做一盘 关于这种宠物的就是对 而且创造爆款的几率 肯定是比就是逆级站更高一些 然后但是我觉得杂货店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复购率可能会比逆级店 会比逆级店稍稍会低一些 对就是因为你复购率的话 就是说客户的粘度 就比如说重复购买 肯定是逆级站会更好一点 因为逆级站的话可能你有很多相似的种产品 然后大家都会在上面就是类似的 比如说喜欢这一类这种客户喜欢这一类产品 那他后期肯定都会继续去购买 只要你的产品啊服务各方面都到位的话 但是杂货店的话很多的时候 可能客户就买一款产品 然后后面可能就不会再你就购买了 然后你其实客户的粘度各方面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后面其实还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营销的方式啊 或者说是发邮件营销的方式来继续 继续给你客户推荐一些更好的产品吧 对 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刚开始先从你几天开始 先从杂货店开始做 然后等到你不断就是做了很比较多的产品之后 心里边大概有个数 比如说什么产品比较好卖 然后你可以再把这些产品放到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店铺上去 就是我觉得可能这样子的话 就是就是你就后面可能就你又有一个杂货店 然后又同时会有一些密集的店铺 因为我是我个人是这么这么打算 也是这么做的 就是对 然后首先我来说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杂货店的这个劣势 杂货店其实我觉得就像我说的 因为你什么都卖就是你就有时候就非常很难就是去打造一个品牌 就是或者说是很难让人家记住 你当然也有国内也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大的网站 就是他就是在他哪怕是做一些杂货 就是他卖的都是杂货 但是他也就是做的非常的大 然后让人家记住了他这个域名 然后记住了他这个店铺也有 然后我觉得对于小卖家来说就是还是挺难的 因为刚开始你就很就是你卖的东西太多太广 就你很难让人家去记住你 对然后做品牌的话 比如说到后期做品牌也是会比较难一点 但是他的优势就是上手更快一些 对 怎么讲我觉得不管是立机店还是杂货店 不管是立机店还是杂货店 他就是各有优势各有千秋吧 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在我听在你听完 比如说在你看完我这个对于这个杂货店跟立机店这个分析之后 你也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当然如果我觉得你如果有非常喜欢这种立机方向 我还是建议你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去卖一些杂货 就比如说卖一些你不喜欢的这种杂货 其实会让你觉得爱心还挺累的 但是你去做一些你喜欢的 比如说立机的方向的话 你会更有热情吧 对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 就是很难 我还是很难 就是绝对的告诉你去做立机店还是去做杂货店 但是我就是把一些优劣事跟你分析一下 就是至于选择的话 你就会看你自己个人的倾向吧 对 亲手的话可以先从杂货店开始尝试 到后面可以再去铺再去做几个比如说立机店铺 这样子会就是有一个缓冲嘛 因为我觉得你刚开始做立机店可能对于你来讲有一点 有点困难就是因为就是很难可能短时间之内你不能够看到什么起色 嗯对然后今天就跟大家暂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shopify开电视做立机店还是杂货店 然后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文章的介绍 文字的介绍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放在我的博客里面 然后链接会放在我视频的采访 你可以点击进去再看再仔细思考一下 然后呢我的今天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什么关于什么shopify的问题啊 你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然后我也可以做一些视频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的视频是我的频道是关于跨境电商独立战和求设品 然后我后面的话也会做一些关于比如说网络赚钱网络创意的项目 当然很多项目我肯定自己都是做过的 就是我可能自己都是实践过的一些内容分享给大家 然后关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每周都会有更新 好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收看